终于知道我们为什么看没有胡歌的仙剑系列很难入戏的理由,仙剑奇侠传,美人小时候都必看,逍遥哥哥变了那时的英雄,再到仙剑奇侠传三的景天,再一次刷屏了,没错他是胡歌,终于知道我们为什么看没有胡歌的仙剑系列很难入戏的理由,胡歌之后再无经典,无胡歌不仙剑, 但是为什么现在看其他仙剑没什么感觉,知道什么原因吗,说说我自己主见,仙剑男主角都是喜欢无厘头,恶搞,看起来简直就是普通人中的普通人,在后来之后的渐渐成长大英雄,还是保留痘痘的心态,成熟的是思想,心态还是年轻,说白了就是仙剑三的景天原形,这样能更好理解, 在后来的其他电视剧都是模范他,只是应验了一句,一直被模范,从没被超越,终于知道我们为什么看没有胡歌的仙剑系列很难入戏的理由,你越模范,只会越令人讨厌,都是笑评的效果,只是个人意见,并非点评其他仙剑,若有哪位不喜欢,请绕道,谢谢。 谢谢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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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 。